一定是你主动去告密的 你希望我三哥劝我管我 然后激怒我三哥杀死汴姬 高阳刚刚从离山下来 就把大哥房一职痛骂一顿 还连番斥责大哥是阴凤扬违的小人将来会不得好死 只因房一职揭穿了他与汴姬和尚的风流运势 面对弟媳妇的怒斥 房一职也是百般委屈 高阳和汴姬的事还真不是他去告的命 他也是身不由己被吴王印逼着去了离山 此次更是直接成了汴姬事件的背锅侠 他想不明白自己平日里百般维护高阳 可为什么这个弟媳妇总是看自己不顺眼 因为你是朝廷的命官 你是房家的孝子 你是个懦夫 你是吴王的根屁虫 我不是人 行吗 高阳表示 你回答得非常正确 面对如此不讲道理的弟媳妇 房一职此时也是无语至极 他觉得自己再多待一秒 可能就会被气死 于是便也不再理会高阳 转身就推门出去了 不料绿帽侠房一爱竟在门外偷听 房一爱见他大哥出来 就拉着他到一边开始指责起他大哥了 你不该把这把火烧到我的身上来 你不该让吴王去跟我说 说什么 替我杀便机啊 高阳是你的老婆 吴王问你是看得起你 把你当人看 房一爱一脸埋怨的表情 像集了你手机里第四个表情包 他表示那是你把吴王引上山的 杀不杀便机是你俩的事 干嘛还非把我掺和进来 还好这次便机命大没死 要不然我也跟着陪葬了 房一直听着这么扎心的话 对他这个好弟弟也是彻底无语了 姨爱 你很可怜哪 真的 我 我可怜 你也一样 房一爱对大哥的数落也是一脸的不服气 可刚一转身 就看到高阳正面带微笑地看着他 见到老婆高阳房一爱也是立马就怂了 在大哥面前的嚣张气焰也收敛不少 高阳也并没有向这个头冒绿光的老公发难 反而开始挑拨起房一爱和他大哥房一直的关系 你是父吗 不比你哥差 别看他是你的长兄 这又不是在皇宫里面 动不动就第一张子第一张子的 上次我跟你说的金青光陆大夫的事 我记在心上 有机会我就跟父皇去说 谢公主 一顿唐衣炮弹加高官后路的忽悠 高阳公主也再一次地把房一爱制服 而另一边吴王克即将要奔赴辽东战场作战 为了不让妹妹和便机继续私混下去 同时也为了皇家颜面 他决定把便机也带去辽东战场 你要随我去辽东 为我们大唐的士兵祈祷 给阵王的士兵超度 这是我交给你的事情 你必须做 不做不行